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7月9日星期一的大台中新闻 墙台玛丽亚预计将在10号影响台湾 为了不让种植4个月的新血泡汤 各地农民都展开了稻作抢收 而大安区农会的稻谷干燥中心 从6月底起每天都呈现满仓的情况 农会表示今年整体稻作收成都增加两成 加上前阵子连日下雨 也让收割全都集中在这几天 而农会的稻谷干燥中心烘干机 全机组都启动24小时运作 尽力配合农民抢收 割稻机在金黄的稻田里来回穿梭 为了赶在风雨来临前替农民抢收 业者除了原有的机具 还向外调度了5台割稻机前来支援 已经连续好几天都收割到半夜两点 就是希望让农民栽培了好几个月的稻作 不要全部泡汤 4个月的薪水就是看今天了啊 对不对 在内要撑啊 似乎也是蛮配合的 累也不敢讲 他们都好多天了啊 要拼一下 对要拼一下 就是看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啦 今天抢收啦 台风来了就抢收 我会填一分八里啦 那摆多久啊 摆多久啊 10天啊啦 满满的稻谷从车上清晰而下 一车到晚还有一车 连日的抢收让可容纳三千顿稻谷的稻谷干燥中心呈现满舱状态 农辉表示 稻谷烘干机现在二十四小时全机运转 每天可烘三百顿 但现在一天就采收六百顿的稻作 除了持续向外钓运 还得要额外装成太空包临时囤放才能够勉强消耗得了 我来这里现在第三座了啦 大家都很清晰 有的比我们要不挂还比我们更紧张啊 我们现在摆多的算是要更紧张 后边还有的挂没中都大家都很紧张啊 这一期是比较提早收割 所以从六月二十八号开始 它每天几乎都是那个几乎是满舱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里面机械容量有多大 它就有多满 那陆续后面我们就往外面钓运 那农会这边也是来者不拒啦 就是因为知道那个台风天要来 所以大家就抢收 那没关系 农会也是配合大家的时间 二十四小时不歇业 都帮农民收购这样子 大安农会表示 中央建议农民缴交工粮后的 稻谷鱼量失谷收购价为每百台金930元 而南部已经出现了价格下跌的状况 但大安农会则是开出每百台金 932元的价格 盼能够维护农民收益 而稻谷干燥中心夜间也不停歇 尽力配合农民抢收 记得银轩 台空特不倒 来换收 刘雨昌